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如何让发财树安全的过程 发财树是每家每户都喜欢养的一种植物 但是到了冬天就会出现各种无标的问题 黄叶烂叶甚至是死亡 那冬季本身对于植物而言就是个比较不讨喜的季节 而且有很多植物在冬天没有抵抗能力就可能会死亡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加注意对植物的养护 发财树是热带植物 对温度的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环境温度低于10度 那发财树很难过冬 所以我明白在双降的前后 就要在发财树把发财树从外面移回室内来养护 北方的朋友看自己的实际温度 低于10度一定要移回 然后最后的就是发财树冬季 发财树会进入那种休眠期 我们一般温度保采10度就可以了 如果室内温度过低 我们需要给发财树上大的塑料袋子 然后我们可以在树上面稍微开几个小桶 这样既能保温又能透气 发财树不洗水 浇多了会造成烂根 尤其是冬季一定要少浇水 一般一个月左右浇一次水就足够了 浇水一定要控制量 浇透就可以了 避免积水或者是半干的状态下浇水 否则会造成落叶 冬季如果不需要 知道要不要给发财树浇水 我们或者是气温低于10度 我们就可以向叶面喷水 然后以此来保证植树生长所需要的水分 发财树喜欢光照充足 通风良好的环境 在室内的发财树 我们可以放在窗边通风比较好的地方 通风的时候要避免温度过低 会出现叶子发黄的迹象 我们可以选择在温度高的正午通风 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是我们可以在最近 给发财树施一次管事性的肥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增强它的抵抗力 增强它的冬季的存活能力 而且但是要切记冬季 就不能再给它补充肥料了 今天关于如何让发财树安全过冬的介绍 到这边就结束了 你还有其他更好的意见吗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哦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 每个人更新 拜拜 拜拜